三堂课利用短短七十分钟 略为将孟夫子的一生的游历 跟各位前嫌做了简单的介绍 接着我们就要进入到孟子七篇里面的梁慧篇 进到孟子的时候先介绍这七篇的大概的内容 一共七篇梁慧王篇二十三章 这个二十三章就是把上下两篇加起来 那个万章篇谈的就是他的学生 孟夫子跟他的学生万章的一些的谈话的内容 所以这七篇里面从梁慧王公孙丑 藤文公李楼万章告子进新篇 在后人把它分为上下两篇 所有的内容都是一个王道名声建设 也就是刚刚讲的拥得的一个落实 这是一个大概孟子七篇的一个所谓的切分 所以你要哪一篇摆在前面先读 它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它谈不上文艺的连贯性 但是中庸跟大学跟道德经就不可以了 它是一气呵成的 尤其我们在读中庸跟大学 如果你把它切根成所谓的章节的时候 读起来很容易摸不到前文的一个所谓的本意 所以解释的时候就可能会错解或者走偏的一个方向 我们来看梁慧王篇 一共上篇七章 下篇十六章 二十三章 谈的里面不仅仅是梁慧王 还有齐宣王 还有藤文公的这些的谈话的内容 进入到第一篇 孟子见梁慧王 这六个字不需要翻译吧 就像前人典传师见我们 王曰 守不远千里而来 亦将有以利 无国乎 守是对一个老人家的尊称 就像我们称老先生 老菩萨意思是一样的 他你从那么遥远的地方 来到我的国家 那必然是要提供一些好的意见给我 让我的国家能够越来越强大嘛 结果孟子就对约 王何必约立 亦有人义而已 和国王啊 你何必一定要把这个类字摆在口头上 摆为谈话的一个重心呢 我能给你的只有仁义二字罢了 虽然说只有给仁义 但是其实上所给的都是义 这在佛门讲 这在佛门讲 摄用归体 如果你外面的功夫做得好了 是不是表示里面的无弥也淡化了 就像我们成全别人 你让他下去行一些三师 看似外王 好像跟我们修道的次第不一样 我们说内圣为外王的基础嘛 但是众生着相很重啊 所以你一开始让他自己调整他自己 他未必觉得好玩 他无聊 所以你给他很多外王的事情 让他有一个成就感 让他有觉得对于这个社会 对于人心 他有投入一些心力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方式来引他 慢慢去到本体 因为当他愿意往外面去爱人的时候 其实就代表里面的我值 在慢慢去化了 所以虽然我们讲修道 办到他有一个前后次第的功夫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引导人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方便之法 而一般人都是从明相当中 先得到满足跟肯定 然后才能够渐渐的 行而上为之道也 超越明相的束缚 把自己提升到天道的那一端呢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因材施教的一个技巧啊 他说王约何以立无国 你位在一个诸侯国 你是诸侯国的领导者 你的统治范围称之为国 我们要去理解这边谈到了国家 还有世跟树人 那是因为在过去春秋战国的时候 社会的阶级的一个区分 在天子他拥有很多的诸侯国 从周朝所谓的分封清族的人到各地方 鲁国就是诸侯国嘛 是不是 所以分封出去的那一个领导者 他拥有的那个区域统治的范围称之为国 然后不论天子的统侯是全国 或者到诸侯统侯只有那一个诸侯国 比如鲁国是在山东 那在天子跟诸侯国所统侯的范围里面 他都有设三个阶级制度 那就是清 大夫跟士 可是在孟子七篇里面 你都会看到大夫这个名相 而没有清字 清是在上的 他是因为用语上的习惯 把清跟大夫合而为一了 我称大夫的时候 就已经把清的那个位阶也放进去了 所以清的时候 清跟大夫 他什么 他叫做家 他得到诸侯国 得到天子给他的一个才艺 就是他所统侠一个小的范围 那个范围就只能称之为家 不能称之为国 所以这个家 跟领导温导的 那个家不一样 不要误会了 他说到了清大夫的时候 他开口就谈 怎么样能够让我这个领导的区域里面 我也能够得到一些好处 到了试读书人 然后到了平民老百姓的时候 他就谈到有没有什么好处可以给我啊 就为意己谋私了 所以你上位者只着眼在利益 那就形成下面的人有样就学样 那人与人之间 尊卑之间只有一个利益关系的一个维系的时候 请问你 这个家 这个国 这个天下 他一定分崩离析 理解了吗 所以还是要从修身开始 所以上下交真理 而国为以 交真理就是彼此的立足点 左眼的地方 全部都在一个立字上面 这就是我刚刚跟前贤门讲的 修道是完全琢磨在自身 那无庸可谈 可是谈半道 要什么 要做你应该做的 你能做的 而不要做你想做的 那就不对了 各位前人细细体会这一句话 你想做的 未必是老天要你做的 未必是道场要你做的 做你应该做的 能做的 只要我们的阅历在那边 老天会把我们该了的缘 在我们毫无怨言的情况之下 一件又一件的工作的承接之下 我们的缘就了掉了 可是我们自己站在很多的角度 思维这件事情我要做 那个事情我不想做 那很对不起 你做的不合于道 因为你是站自己的角度 有我最极深嘛 那个你的角度就是什么 就是我值的一个作用 那如果人人都是问 能做的该做的有多少 道场没有人事问题 从家庭里面也是如此啊 夫妻的薄熙 两代的争执 你看我们的国家 台湾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 不可以多说 因为多说颜色会带来 我们的一个所谓的鸿沟啊 我们常讲军进城中 请问你 你要进一个人 你要中一个国 他有分吗 你立在这个国 你就是中于这个国吗 那那个军老百姓选出来的 你就不应该有颜色的对待 就不可以有嘴巴不好的 言语的一个表达 所以各位前嫌要谨慎啊 当我们在大肆谈论政治 批评颜色 跟我们不同的立场的人的时候 您知道吗 那个中字您就没有做到了 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最近在研究优婆塞戒精啊 所以原来 在日常生活里面 哪一个地方 不要你戒慎恐惧的 我难道不能够谈吗 你可以谈 但是不可以有情绪的字眼 我愿屡次在道场上听到 我们因为颜色而出言不逊 我都觉得好奇怪 怎么会研究圣贤的道理 到最后 就在颜色上有了如此的对立 菩萨的大愿在哪里 那个也是交真力啊 因为你爱的 你喜欢的 没有如你所愿的位在那个位啊 所以哪一个不是你要触目惊心的 你看到你听到的 都让这个心不能心如止水 那个叫做触目惊心啊 这六根见闻觉知 不要被有形有相的给牵着走 时时刻刻 互卫我那个 看不到摸不到 但是他应该做主宰的 不要让他忍气吞声 困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 不能够伸展抱负啊 所以苟为后裔而先立 不夺不厌 我觉得我这段话里面 好像少打一段 就是好像这个诸侯国里面 是不是 是不是少打一段 我的记忆中好像 其实你在 他就谈到了 我从我记忆中的那一段 我先讲出来 在一个万圣之国 这是谈什么 谈所谓的诸侯国 万圣之国里面 他有所谓的 谦慎的清代夫之家 能够在一个国家里面 拥有这样的社会的地位 应该很够了 应该可以满足了 可是灭万圣之国的 都是千圣之家 对不对 然后呢 灭所谓的天子的是诸侯之国 他已经拥有的 别人所望尘莫及的名语力 那为什么还要贪得无厌的 去灭他的上位者 因为他有我 他为了谋一己的私利 不断的扩大之下 所以那个意志不见了 所以如果你把意摆在后面 把力摆在前面 意志合一的行为 你该做的事情 该做的不做 只谋一己之私的时候 不夺不厌 我一人之下 万为人之上 我还想取而代之也 那个不厌就是不知足啊 三教圣告诉我们 知足常乐嘛 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 圣人之道 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才能够体会出来 哪一个道理 都是放在自己小的区块里面 起的作用 才能够往外推广出去 他是真的放诸四海而接准 立千秋而不变的 那个叫做真理 真理是没有空间 没有时间的差异性的 夫妻之间交真理呢 我碰过一位道亲 老道亲的 亲口位置很尊的 他容不得他先生休息 做土 头罪耶 你知道很辛苦的 做得那么辛苦 有一天休息 他都不允许 因为做土水的是 一天有三千块的工资 他只要有一天 稍微停工有没有 他就打电话为老板 为什么今天休息 那如果一个月三十天 都不休息 他就很高兴 然后五号要发薪水 早上就打电话通知老板 你薪水拨进来没有 我不能讲他的身份 讲他的身份 各位前嫌又开始 有轻蔑之心 这个叫修为吗 你亲口了 登担责任 你对自己的先生 都如此的一个压迫 那不叫交真理吗 他几岁了 67岁了 所以你看看 我们阿贤姐对你多好啊 前人领奖是这样 他被人家逼迫的坐牛坐马 奔足于荒野之上 林写原讲师过得这么辛苦吗 我想全宝光少气的人 都会起来抗议啊 有不平之冤啊 真的 你真的是养尊处优呢 娶到好老婆呢 是不是 所以前嫌门 要去注意啊 我们的信念 要小心啊 如果对自己至亲之人 都如此的贪得无厌 把他压着到最后一口气 你对别人 你会爱得出来吗 所以夫妻也会交真理啊 两代之间交真理 就是子是亲嘛 对不对 你没有看到前天新闻吗 那个下大雨 那个母亲抱着 那个小婴儿 我们如果下大雨抱婴儿 一定会要遮着他 他把婴儿摆在头上 挡住他的头发 我压然一惊 原来现在的母爱 已经沦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境啊 所以因为我们都在道场里面 我们一直讲 父慈子孝 兄友弟公 我们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因为齐家感受不到 社会道德的一个腐败啊 所以你不了解 讲仁义说道德的重要性 你以为上下交真理 只存在国与国之间吗 家庭里面都有 手足之间交真理就细强嘛 分家不云嘛 所以未有人而 以其轻者也 没有一个真正明白仁义的人 讲人就代表义了 有体必有用嘛 对不对 他能够了解的人之为何物 他还会移其亲 他会把他的亲人给抛掉的 他不会 他如果在国为臣 他会什么 臣中 他如果在家为父 他会尽辞到 为子 他会尽孝道 他在每一个角色的扮演上面 他会刻尽几折的 就是因为大家都不讲仁义 才有社会的乱象嘛 从我们自己乱起来 乱到家乱到国乱到天下 所以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啊 身在这个大时代 有我们的姻缘啊 有我们的责任 我们不可以搪塞的 所以未有义而后取君者也 真正能够行义的人 行为一定循规道具 他会置他的君王于不顾 他会在为了义己谋私的时候 把他的君王给推翻掉吗 他不会啊 所以王啊 他就跟这个什么 跟这个梁慧王讲 讲仁义就够了 仁义就可以安邦帝国 仁义就是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福祉之所在 所以国民教育很重要 那你就从这些圣人知道 看到国家的趋向在哪里了 何必阅历呢 我们教养儿女 何必阅历呢 哎呀 现在人都不要输在旗袍点 不输在旗袍点 你没有给他仁义道德的灌输 到了暑假 寒假 送到理财营 那个八九岁的娃儿 学什么理财呢 你们没看到吗 台北有这些的康乐活动 他要让他的孩子立足于不败 但是立足于不败 是名利两次的吗 所以从小把孩子养坏了 你讲仁义说道德 你让他立足念地子规三字清 看起来很迂腐 但是这个迂腐之道 可以保他千秋不多啊 所以你没进道场 你怎么知道 养子之道 怎么样才是最大的一个词 最大的爱啊 所以你能说道场的教育 与我无关吗 都有关系啊 你了解的越透彻 你使用的什么 越能够得心应手啊 那仁义在道场上来讲的话 最明显的尊卑要有序嘛 佛规里面讲的循规道举嘛 尊前提后嘛 这些都是我们在道场上 看到我那个义有没有出来 先不要谈民体 我该做的分内之事 在圣人之教的尊尊教诲之下 我做了几分呢 这就是我一直在忏悔的地方 因为我这个情况 是我的致命要害啊 所以我就知道我的思维错了 一个人不看到自己思维的模式 就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错了 我们会坚持自己的立场 是因为我们不认为他错 可是如果他行出来 不合于圣人之道 你就必然有错 难道是圣人错吗 所以要召见自己的无名 要很费功夫的 每一年快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去外面点光明灯 你花那个钱 花那个时间做什么 台北的万华的龙山寺 点光明灯要排队多久啊 那个光明灯点在外面 有时间的期限的 那个灯点是照外面的 外面现在有很多的路灯 外面的路上有路灯 家里面有日光灯 有水晶灯 各种美术灯够亮了 照外面有何意呢 把里面的新灯点亮啊 把老母的那一杆灯给他点亮 你走到哪里都不黑了 那才最重要啊 所以我们再读这一章 你就看到战国的时代 他行霸道 对不对 然后真正的谈到了什么 谈到相对于霸道而立的 叫做王道 所以里面有一章 齐宣王要问 问问到这个所谓的 警公他们的那种 春秋五霸的那种 盛世的时候 孟子不谈的 霸道是以利福人 以强凌弱 王道不是 王道是亲其所有去爱人 所以大国会爱小国 所以上位者能够行仁义 没有求义己之私的那种动机 他就能够感化下面的老百姓 也能够把那个仁义之心 给找回来 找回来以后 前面有提到 未有人者一气其轻 未有行义的人 会抛弃自己的国王 那中金爱国的老百姓 就源源不绝的 在各个社会位阶里面 就雨后春笋的冒出来了 所以我们不要去挂爱 将来我们的子女爱我们有多少 我老了怎么办 问问现在 对我们的堂上双亲 你爱了有多少 对我们的天上的灵性之母 我们又送出去的 多少的一个关怀 你说老母也要关怀吗 要 老母不要关怀 让我们来做什么 老母的关怀就是 所有的孩子 都不要有痛苦 那那个责任只有我们做 所以梁慧王如果行仁义 上行下校 举国百姓爱其金 他就没有篡逆之风 从一国的强国 就能够让旁边 其他的国家的黎民百姓 闻风而至 有名思有土 对不对 那你要有名的前途 你回想儒家的思想 大学最后治国章 谈的什么 有德思有人 有人思有土 有土思有才 所以孟夫子 弘扬儒家的思想 你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了 他是儒家正统思想的 拥护者 因为是前面的第一章 所以有一些独厚心得 后面雷同 我就没有独厚心得 那各个自己 有自己的发明心地了 第二章 孟子见梁慧王 这个应该是奉召而去的 结果梁慧王 站在早上 这个早上是代表 过去的人的一个 所谓的游园之乐 皇帝有打猎的地方啊 行宫别宫啊 跟我们所谓的 泥沼是不一样的 他立在那个早上的时候 他看到 顾红雁迷路 这个红雁就是大雁啊 迷路就是大路啊 一样的意思啊 比较肥美的才会 养在国王的花园里面嘛 他就问 看到孟子到来 他就回头问孟子 他说贤者一乐此乎啊 你不要看下面一段的时候 假如今天有一个问你 我学到我还可以吃喝玩乐吗 我们马上仁义道德出来了 哎呀 这个圣人讲要寡欲啊 对不对 要请其所有 寄若福寝啊 所以 要淡化你物质的享受 各位浅贤 那个有钱有闲的 听你这么一说 他嘴巴不讲 下一次不来了 对不对 梁慧王看到孟子来了 他称他了 你们这些讲仁义的人 胜于玄关的有修的人 你们也会喜欢看看大雁吗 也会偶尔要游山玩水吗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你看我们孟子怎么教人家的 人家没有让别人一枪毙命啊 我跟随在一些的同修道办 前辈子的身边 我有的时候对人家成全人的那种方式 我是哑口无言 刚求完道 你还穿抗哦 你比较逼哦 假如我刚进道场 一求到下了课你告诉我这个 今天也没有周玉玲的存在 因为我根本慈悲心都没有出来啊 我肯定道无庸置疑 但是我不知道修道求道要吃素啊 所以你要见机而行啊 就孟子讲 有啊 贤者而后乐此 不贤者虽有此不乐 还只有真正的贤人 才能够拥有这些东西 油然自得能够得其乐 如果不闲的人是得不到的 哦 这就很有意思了哦 原来我在学到还有这么多的乐趣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吗 有叫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吗 取之有道吗 先义后利吗 你在家修不是要把义理分析的很清楚吗 什么都不要了 开一句玩笑话 你什么都不要 那我就倒大煤了 因为我交的时候要帮你养家活口啊 你置我于何地呢 是不是 该要的要 用正确的方法要 该花的花 但是没有过度的一个贪求 所以他就引用诗经里面讲 他举周文王文范例 因为战国时代离周朝还不远 而且周朝才有很详尽的历史的一个记载 他就讲 他诗经上讲 经史灵台 经之银之 读孟子最大的辛苦就是 这一些不仅仅是文言文 他的专有名词跟现实生活的用法 截然不一样 这个经史灵台 后学都把它弄好 这是我们在从事建筑业一开始 你要有一个大的规划 有一个蓝图嘛 蓝图就是我要建筑这个房屋 要建筑这个游落设施 我要摆在哪一个县市 这个叫做经史 你的规划 我们建佛堂要不要先学 彰化这么大 哎呀我们建在彰化 彰化的哪里 交通 当地道庆的来往 方不方便是考量的 对不对 这个经史 灵台呢 灵台是老百姓 对于文王所建的这个花园 游落的场所 一个美好的称呼 从这个名称可以看出 百姓对他国君的爱戴 梁慧王如果建 绝对没有这个灵 这灵是代表美好 他金之银之 那有了蓝图规划以后 你要开始去经营他了 地基啊方位啊高低啊 大小都在金之银之在内 所以在座有学工程的人 下课也可以跟大家教导 这一方面 后学能力有限啊 庶民工知 在这么一个规划 还有营建的过程里面 仰赖什么样的百姓 庶民 什么样的人力 老百姓众志成城 使用老百姓的名利 去建筑而成 那财力呢 也是取之于民间 然后不日成之 建这样的一个游落场所 既然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就完成了 不日 就是超过我们预期的 想象的时间 我们从建佛当会看到 有的时候一些规划 比较顺利的时候 怎么搞的 才听到要建 后面马上就建成了 因为很多道歉的力量 就进去了嘛 那在建的过程里面 今始物极 物极就是文王有交代 营建工程的那个公投 说不用那么赶时间啊 我不急着要拥有这些 我是不急的 物极的这个极字 就跟我们召集的极一样 但是老百姓不愿意 老百姓认为 我太爱戴我们这个君主了 所以能够及早完成一些的游乐设施 让我的国君可以享受 我迫不及待要提供我的时间 提供我的体力 提供我的金钱 那是一种向心力 就像我们建佛堂 那么多的物力进来 让我们的前人点传师 不要有太多的 所谓的交思啊 因为你建佛堂要什么 才是水嘛 它是一样的道理的 庶民就是平民老百姓 什么叫做自来 他认为我的父亲要 有工作要做了 所以我不等父亲来开口 我们作为子女的 要自动的自发的去 解决父亲的忧患 所以他们都认为 他们是文王的子孙啊 这个叫做自来 当然那是指那个时代了 德性还很好了 现在父亲叫也叫不来了 你说哎呀 我叫你第一声给你什么 给你一千块 第二声变五百 第三声变一百 第四声我就不给了 那大家都是 第一声都来了 不是因为来自于 对于父亲的爱戴 是来自那一千块 太有又获利了 我们在家庭里面 有教育子女成这样子吗 我是惭愧啦 因为以前我爸爸叫 我就有听没有道啊 叫都没有好事的嘛 不是做事就是要责骂 谁喜欢呢 所以我以这样的行为 对待我的父母 有一天我成家立业 苦头就是我现在受的 所以如是因得如是果 日常生活所有的遭遇 那一个不是我们要进入 深度反省的一个什么 一个机会 错了没关系 改嘛 改过以后我们有忏悔之心啊 弥天的过 顶不过一个悔字 前提不可以不间断的 重蹈覆彻 所以王再临幼 就是这个花园建好了 像是我们台北 就是最有名叫大安公园啊 那这个比大安公园大太多了 他说幽露幽浮 这个王是指文王 等到这个花园建好之后 文王前去参观了 看到幽露幽浮 那个路在那边 有趴着有走动 那种行动的状态 然后幽露浊浊 卓卓形容 那个路长得又肥又美啊 毛泽什么 非常的光滑 因为这些路 鬼缸吃给巴巴 给给腿腿 然后白鸟赫赫 赫赫是形容 那些鸟有没有 他们是如此的 皮毛的一个光泽 赫是白赫嘛 对不对 所以王再临找 站在这个花园里面 站在鱼池旁边 鱼润鱼药 这个鱼字啊 鱼字在文言文里面常出现 有的时候是发语词 有的时候是语注词 是讲鱼句话之前 先有这么一个惯性的语言 它没有任何意义的 然后站在鱼池旁边 看到什么 看到那些的鱼呀 润就是满啊 那个鱼池里面鱼呀 很多啊 在那边跳跃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花园里面 该有的都具足了 以那些的 所谓的花园里面 具足的东西 看到老百姓付出的心力 有多大 那老百姓为什么愿意 为这个君王付出这么多 那后面梁慧王建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愿生载道 王子 孟子就把他做了一个 前后对照做剖析了 他说文王以名利为台为爪 而民欢乐之 文王在建这个游乐场所的时候 也是取之于老百姓的一个力量 但是老百姓心甘情愿 而且觉得有这样的机会 为他的国王做一些事情 他们觉得是一份荣幸的 但是为其台约灵台 为其爪约灵爪 对那个渔池 对这个花园称为灵台跟灵爪 乐其有迷路于别 很高兴在花园里面 不是空荡荡的 你盖好了房子的外壳 里面也要设备 它有这么多的鹿 动物充斥在其中 让国王可以什么 可以享乐的 老百姓都很乐 他古之人与民皆乐 故能乐也 他为什么文王 他取之于民 他还能够博得百姓的爱戴 因为文王行人证 行人证者能够与民同乐 当我有这样享乐的时候 我也去想到 我的老百姓能够安乐 而不是只有独乐乐而已 所以你要老百姓安乐 你就会考虑到老百姓的需求是什么 就像我们常常以道为尊 你会自动去想 在这个地方上 我还能做什么 你以家为重 你会想到 这个家里面还有什么 是你要去填补的东西 在任何一个场所 我们的角色的扮演之上 我们能够把那个心全力的投入 你自然而然就在你的生命的历程里面 它不会空白 因为你不是在道场 你就是在家庭 你就是在职场 这么多的毅力 就是让我在不断的角色的变化之下 万变不离其宗 把那个人字发扬出去 所以道就在生活 道弥漫六合 没有一个时间 没有一个空间 我们可以与道 隔绝成为两边没有 所以汤式里面讲 于是孟子讲完 文王建宁台老百姓的那种心情 接着以上书篇里面的一篇文章 来暗喻梁慧王 你要学文王啊 他说时日害上 于己汝皆亡 这个女就是古文里面汝字的代表 时日它是有一个典故的 我不知道你们那本书有没有 过去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典故 它是引诱夏朝 上书记载的东西 夏朝里面 当时老百姓诅咒夏节 夏节就是夏朝最后的一位 王国之君 王国之君 当时夏节在即位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相当的嚣张 他说我有天下 如天之有日啊 天下里面不能没有太阳嘛 对不对 所以除非日头亡 太阳不见了 我才会灭亡 他把自己的功德有没有 提跟太阳一样的 所以他在即位的时候 他讲过这么一句话 他讲过这么一句话 所以 当夏节 他在行暴政的时候 他近期的剥削百姓 只求一己之乐 造成国度之内 民不聊生 所以民怨沸腾的时候 他们就百姓同出此言 他讲的这一句话 原文是 此日何日亡乎啊 这个太阳 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啊 他如果一直不肯掉下来 我希望他早一点掉下来 我就宁可 我自己跟太阳 有没有 一起掉下来 意思是 只要太阳掉下来 我都可以不要我的命了 你看那种切齿之痛 恨他入骨了 这段话的原始典故在这里 所以你了解典故 再看这段经文 你就知道 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要走了 告别世上 就算没有掉眼泪 也不能够让来参与告别世人 他有那种心态 总是这一天你离开了 你的老婆呢 你的妻子呢 你的儿女呢 你的家人呢 面对我们的离开 你可以够潇洒 但是他们要对你依依不舍啊 你为什么怀念师尊 怀念师母 怀念周老前人 是因为他有一个典范在那里 那你也要留典范嘛 是不是 还是我们的家人敢怒不敢言 如果敢言就是 鱼己辱皆亡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词是是的代名称 这个太阳什么时候 他会掉下来 为什么要掉下来 因为这个太阳害死我们了 太阳怎么会害死我们呢 他是用那个太阳比喻下节的 所以希望下节早一点撬变之辣 希望他死 他不肯死 我都愿意牺牲 我自己把他带下去啊 所以名誉与之皆亡 当老百姓都想要 把你这个国军拉下来 恨不得你早一点 能够断气的时候 虽有台词鸟兽 岂能独落栽 你就理解了 他跟梁慧王讲 只有贤者才能有此乐 因为贤者能够行什么 行王道 王道爱民 百姓能够爱戴你 你所拥有的享乐 才能够没有后顾之忧 百姓如果恨之入骨 时时刻刻招不保戏 别人要推翻我们 你还能享乐吗 难吧 现在读到这句话就理解了 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你的心得是怎样 这个心得都是你的想法了 他心得就没有标准的 人均懂得与民同乐 能有此乐 不嫌之君只想独乐 所以有楼阁停台 无法享受 因为百姓皆遇其亡 那现在就来了 你在道场 在家庭 在社会 有没有处处想要与人同乐 我曾经跟几位前嫌讲 好的东西 不要等道清走了 就你们几个拿出来吃 因为我在后面 我也是享受的人 我讲好的东西 道清在跟人家分享 东西少 切得少 对不对 拿出来是诚信 不要等人家走了 我们几个再吃 很没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佛堂的东西 你本来就与大众分享 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可以看到 我们要爱民如子 你很难的 就一个吃的东西 你都如此的 只着眼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天天讲慈悲 舔菩萨 真的有听不能到啊 因为到了以后觉得 知行不合一啊 所以下课以后 好吃的可以 我们走了 你们才吃吗 不可以啊 现学现卖 清朗而出 在家庭也是如此 但是在家庭不会啦 家庭我们为父母的人 我们都是好吃的 给人家吃 这么伟大的德性 是落在昆道的 因为我张兄 从来没有把 剩下东西自己吃的 他都留给我 我出国15天 可以把15天之前 剩的残根泛咬 在冰箱里面 他居然不解决 我说哎呀 明天早上 他面冰箱里面还有剩 我怎么会剩 他说你出国不是 还有一盆在那里吗 所以每一个人 都有他欠修的地方 我佩服他 某一些地方的修养 但是在这边 他没有想到 这个地方 不要种乐乐 他独自享乐就好 所以大学里面不是讲吗 遥顺率民以仁 民以仁回 回之嘛 节奏率民以报 民以报回之啊 所以你要去影响 我们之间的同才 你不要先学的付出关怀嘛 你关怀他 他就关怀你 如是因必得如是果啊 所以第三篇 梁慧王讲 寡人至于国也 尽心尽而言 他跟孟子说 对这个国家的黎民百姓 我已经尽全副心力 在照顾了 这个叫做自以为是 就像我们认为 哎呀我在这个家里面 牺牲奉献的够多了 当你常常这样想 夫妻就容不得对方 语言之间就会薄熙 为什么 我这么伟大 你看不到吗 你还敢挑剔我吗 当你在道场上认为 你的牺牲奉献够多了 你就不服上了 你走路就跟别人走路的 那个气势不一样了 怕有风啊 你觉得自己不一样吗 梁慧王就是觉得自己不一样 他才会很骄傲的提出来 跟什么 跟孟夫子讲嘛 那孟夫子人家智慧高嘛 骂人不带脏话嘛 这个技巧你就要学啊 是不是 他说他就用一个具体的事实 来彰显他的爱名如子 他就讲 河内兄则宜齐名于河东 宜齐宿于河内 这个河内是指黄河 黄河以北他称之为河内 黄河以南称之为河东 所以谈来谈去 就是黄河在那边作怪 泛滥的时候有没有 那造成了这个黎民百姓的伤害 百姓没有立足之地了 家被淹了 田也被什么 被冲毁了 所以呢 百姓没有粮食可以冲击 梁慧王就把什么 把百姓移到河东去换一个位置嘛 就像我们现在不是地震吗 倒了在另外一个地方起建嘛 可是你为什么不去从地震 造成房屋崩塌的原因在哪里 建筑法规嘛 所以两千多年前的治国之道 跟两千多年之后没有息息相关吗 都有啊 所以如果每一个上位者都把 这个所谓的如道的思想拿来看一遍 台湾一定是强国 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把如道的思想 放在家庭里面 你就可能会胜过孔子跟范仲淹啊 一个庇佑子孙百代 一个庇佑子孙千年啊 那你何愁自己家里 那个香火会断呢 那如果不行人道呢 那就很难说了 不对 他把这些百姓就移到另外一个地区 然后移其树 树就是米粮粮食 拿这些所谓的粮食 去救济那些灾民 那如果河东有灾难呢 也是如法炮制 这个叫做河东修亦燃 燃者就也是如同样的模式 再做一个 查邻国之政 侮辱寡人之用心者 哎呀我看看左邻右舍 就没有一个国君像我如此一样 对老百姓的全心全力的照顾啊 这就像我跟我先生讲 跟我婆婆讲 哎呀我看一看 这些现代的媳妇 你的命真好啊 你就是天天早晚三猪箱 把我烧进来了 人家也敢怒不敢言啊 我婆婆就 也不讲话 当然不会点头称事啊 笑一笑 我以前还真敢讲 所以我跟梁慧王 也就是五十步跟百步之遥啊 是不是 他是错在一个国 我是错在一个家 都是古天下之大吉野 我们做父母不是也常跟子女讲吗 邀功吗 你爸妈养你多苦你知道吗 就是念之在之提醒对方 不要忘了爹娘的恩情啊 那一天 我跟我的犬子提到这些事情 我的犬子敢怒不敢言 但是在临睡觉之前 他回头讲了一句话 他回到家里来都会跟我们在一起聊天 他妈 爸 我知道你们养我很辛苦 但是不要把那个恩一直挂在嘴巴上 我知道就好了 可以吗 讲完了就晚安去睡觉了 我还来不及反驳 但是这一句话带给我醒思 我常常告诉他 我对你付出有多少 意思是 有一天养儿千日有没有 你不要忘了还我啊 养子防老嘛 我没有办法养兵嘛 我养子当养兵一样啊 所以才知道我们的动机不纯正 真正的纯正是养他是我的义务 如同父母养我 我教得好他会自然回馈 我不用耳提面命 我教不好千叮咛万交代 马耳东风 过耳即忘 因为我就没有这样教他 仁义的道德观念嘛 所以儿童班的经典的教育 是很重要的 他说邻国之名不加少 寡人之名不加多 加少就是变得更少 少还要变得更少 叫做加 意思是说 我这么用心的照顾我的百姓 但是就没有看到远方的地方的百姓 来往这边投靠啊 我的人证已经弘扬出去 怎么没有人来投靠 来扩充我的势力范围呢 而邻国的国王 没有像我一样 这么样替老百姓设想 老百别国也没有减少啊 不加多就是 他也没有减少 照理说我做好 他们闻风而来 我的人口变多 对方要减少 可是我这么样的处心几率 替老百姓着想 我的百姓没有增加 邻国的老百姓也没过来 这样子好像有一点点 撩肝白做功夫了 是不是 怎么没有人看到我做得这么好吗 就像我们在行三师的时候 你知道昨天那个地谁扫的吗 这么光洁亮丽 前面有人很辛苦的 你知道吗 一直念之在之提醒别人 无名师是谁 就是我 你知道吗 那个心态跟这个梁慧王 不也如出一辙吗 我为人母的心态 跟梁慧王也一样啊 从那一天以后 我就知道 不要再提 我回头跟我先生讲 以后不要再提 因为张兄跟我有一个 串谋的地方 他说 你如果碰到的儿女 请多多言 宣扬父亲的伟大 那我一定会告诉我儿女 母亲的一个付出 我们以为天衣无缝的一个结合 可以让儿女敏感五内 结果到带来的是 您可以不要常常提吗 见面就提 各位前线 累不累啊 累啊 我就知道代购从哪里来的了 于是就懂得 我只付出 那感情反而好了 你要不要什么东西啊 我不用 你会不会经济负担太重啊 我帮你付 哎呀不用了 我留着钱做什么 我自己东西自己付 这样就够了 如果只想从我这边拿 那就糟糕了 您才知道 你放下了 别人才会提起来 你一天到晚都不肯放 那就给你握在手上就好了 累死的是自己 所以江山带有人才出 不论我们在哪一个位置里面 去承担什么工作 要乐见长江后浪推前浪 家庭希望子女清出于蓝 胜于蓝 到场你也要抱有这种宽大的信量 有人比我们做得更好 我们就很高兴了 所以孟子就开始机会教育了 他说王浩战请以战域 你喜欢出兵打仗 去什么 去侵略其他的国家吗 我就用战争来做比喻 比较容易理解到的 田然骨枝 兵刃季接 这个田然的用法 他在文言里面常常有 其实他没有意义的 田然摆在后面有个鼓 就形容鼓声的 像后面有一个讲下语 叫做沛然 就是代表雨水很多的意思 基本上田然两个字没有意义 就是接续着后面里的那个名词 他是做一个形容 然后两军交接 兵刃交接的时候 因为以前不是原子弹 也没有枪炮 就那么一把这个所谓的杆跟戈 有没有 一定要近身搏击啊 结果两军一对战的时候 弃甲义兵而走 甲是盔甲 要跑得比较快 一定要把盔甲脱下来 是不是 盔甲脱下来 兵器也不能举在上面 以前的长矛嘛 就脱着走了 为什么 快走啊 三十六记走为上色啊 就是跟人家在对战的时候 惊觉自己这个国家 好像不会赢 所以要求一个自保 跑得比人家快 或五步而后止 或五十步而后止 有的人跑了一百步 停下来了 有的人后面 警觉性比较慢的人 或者爱国心比较强的人 他有可能要占到最后一兵一卒 等一下一发现左右都没人了 哇都跑到前面了 那个是向后跑 不是向前冲 所以惊觉形势不对 亚人惊觉也要回头跑 就跑五十步 跑了五十步以后 事后这五十步就叫百步的 那一定要在战争的 所谓的伤残之下 他不是死掉的人 这五十步叫百步的 哎呀 则和如你能跑那么快呢 对不对 这个胆小啊 没有中军 没有爱国 这是五十步 笑百步的 那王 我请问你 他问梁慧王 则和如 假如你的士兵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 那个跑五十步的 嘲弄一百步的人 请问你 你的看法如何 梁慧有讲不可 这两者都不可取 这个都叫做不爱国 要为国牺牲奉献 要占到一兵一主 各位前线 现在不需要占到一兵一主 因为还没有看到对方 就已经跑到顺手分开 因为一个核子弹 大家一起进去 不打台湾打隔壁 我们都会倒霉 对不对 因为核子弹有核子城 现在越来越接近 覆潮之下 没有完软 所以我们希望 每一个国家都好 因为大家都好 我们都好 国与国之间如此 南方跟北方 南部跟北部 北部需要用浊水溪为界吗 就不需要了 直步百步 那个跑五十步的 是还没有跑到一百步啊 他既然会向后转 就是跑快一点 跑回家嘛 只是现在只跑到五十步 敌人就不追过来 我才停下来嘛 他那是一走也 那也叫做逃走啊 有什么好骄傲的 这个就是嘲弄梁慧王 你不去想一想 那个国家里面老百姓 他的穷困潦倒从哪里来 你不去从一个治本的地方 去镇本清源 你只在枝墨上去做文章 其他的国家 也有他国家的建设啊 他不立在黄河边 他怎么会有黄河的危难呢 对不对 所以真正的原因在于 你没有去复明的政策嘛 没有办法让老百姓 能够风于足食 所以一个水灾 就让百姓流离失所了 那为什么不投入 这些民生建设 因为你都在尽量的 在博取民间的财力跟物力 变为一己之私嘛 取用名利去侵略齐国 老百姓出去就没有回来 你打仗要什么 要军粮的补给 那不是民财吗 所以你根本上没有做好 你在后面的亡羊补牢 那跟五十步跟百步的差异 在哪里呢 也是昏君啊 所以有了批评以后 也要有建设 就像我们常常在地方里面 去提出一些的建议 我有一天跟一位讲师讲 我说我们要提建议 首先你要问 在这个建议里面 你能付出多少心力 这个建议你都不做 我只提出问题来 别人解决问题 那叫什么建议呀 基本上我们提问题 就是在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也有心力去琢磨的 最起码在我的角度看 我不会提出一个 难解的习题 让别人去解 而是问如果我能做 可是需要更多的力量 才能够彻底的 把这个好事推广出去 你才把它变成问题 如果自己根本都不能做 那提那么多的问题 没有意义 我的角度啦 当然前人点传是未必认同啦 我是就到场这个区块而讲 他说亡如之此 则无望民之多 民之多于邻国也 他你如果知道这样的一个原因 跟打仗一样 老百姓为什么 他不能够在两军交战的时候 奋力一搏 因为他没有保国保家的概念 我先保一己 你上位者就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只顾你一己之私 我为什么要牺牲奉献 是不是 就像当年我在家里面 叫孩子要读书的时候 我儿子就跟我先生讲 我读书 爸爸上班赚钱 姐姐也上课 妈妈每一次看到他都在看电视 他就叫我们什么都不要做 那妈妈要做什么 当我先生把这个天机告诉我以后 我就立刻改变方针 在他按门铃之前 我就把电视关掉 然后拿着那个托把抹布 有没有 你们不要当作我在讲笑话 这个叫技巧 我喜欢在孩子人都不在的时候做家事 但是带来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都做完以后 大家就很悠闲在那边 他就一直看到你悠闲的地方 所以逼不得已 我只有把我那种辛苦的一面 演给他看 这个叫技巧 小孩子没有大道理 他有疑惑 我就演给他看 所以当父母亲的 也要有智慧 智慧从哪里来 佛坛给的 所以修到要不要用心机 要啊 这个叫阳机 因为他不是阴谋 这是为了让子女能够 心里的不平消掉 这个都是技巧啊 他现在就不需要这样演啊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家里面要干净 绝对不是读书就会回来突然地干净的了 所以演到一个程度吧 所以你梁慧王的做法跟五十步百步是一样的 你跟邻国的国王相比 你也没有高明多少 你也是谋一己之私 所以老百姓才不愿意为了护卫江土 牺牲性命嘛 所以既然这个地方是一个泥沼 那个地方也是泥沼 我千里奔波只是要跳到泥沼里面 我干脆就在原地跳进去就好了 那老百姓为什么要移民 是不是 假如美国日本就是今天的非洲伊索皮亚 你会移民吗 不会嘛 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你要做到这样子让百姓 乐不可知的都往这边奔赴 你本国的百姓不移民 外国的百姓他不约而同的 想要向往这个地方 那你要怎么做 树谷不入乌池 树谷是指什么啊 不是促谷 促谷就是指那个细的网子 乌池就是指生池啊水池 他养鱼的地方 那个捕鱼的时候 不要用细网 表示要给那些鱼群有再生的一个机会 你一网打尽 老百姓后继无力 这一点我们现在国家他都有做 而一些的鱼业 有些鱼他不准你捕捞嘛 捞起来你要放回去 这个就有 然后呢 促谷不入乌池 鱼鳖不可生死 水池里面就是养鱼养鳖 养这些水族类的嘛 他没有灭绝 那么百姓就可以尽情的去取用过来 这是农业社会才有的 然后辅月辅经这边念经 辅经以时入山林 林木财木不可生用也 这个要到山里面去所谓的开墾 去砍伐也要看时间的 春天的时候万物欣欣向荣 你不可以去砍伐的 你不可以烂啃 这个现在在国土林 林木的这个宝玉的时候 也有做到 一些的所谓的比较稀罕的快类之类的树木 阿里山如果可以开放开墾 早就没有神木了 那百姓如果都能够照着国家既定的时间去开墾林木 那老百姓要建筑房屋的时候就有建筑器材 因为以前都是木造的 那各位前嫌会奇怪了 那就下一个政令就好了吗 下一个政令你上位子要不要执行 你自己要与生作则 你建宫殿的时候就随意的烂啃烂发 老百姓就会变成山老鼠 你徒有政令而不能施行 所以古语鱼鳖不可生死 你在这个所谓的耕种捕鱼的时候 都能够有节度的去取用 那这些东西用之不绝 还有林木不可生用 生用就是用不完 那老百姓基本的名声要求 养生丧死无憾 他可以维持他的什么 民生的需求 活着要吃东西 死了也要祭祀 祭祀也要什么 也要一些所谓的鱼啊虾啊 米粮之类的后面会提 三顶五顶 他的差异在哪里 百姓如果养生丧死无憾 这是王道之实也 你爱明了 我自己以身作则 所以我做得到老百姓就奉公守法了 所以你要安邦定国 第一个就是要爱民 爱民第一个要养民 因为民以实为天嘛 百姓基本的生活的条件不能满足 你还要谈精神教育 学校教育 让他心性提升 它是不可能的 所以五母之宅 数之与伤 这是谈 不论你所拥有的面积多少 这个面积就代表在社会的阶级跟地位 诸侯是一个国嘛 然后清代夫是一个 谦慎之家 他的实意更大 那你跟我就是一个我的住宅的旁边嘛 这是指平民 平民百姓 五母之宅 数之与伤 因为以前的衣服的原料 来自于桑树 养残制丝 可是前嫌门 现在棉业 现在所谓的一些 透过什么宝特瓶 制造一些的 衣服的工具 那这种丝织品 您不要用 它是戒律 它不可以用 你不可以盖丝被 丝被就是 纯丝被 到清门到国外 比如中国大陆啊 有一些地方有纯丝的被子 价钱便宜啊 你就把它买下来 丝织品不可以用 因为它要害死无量的什么 这些所谓的残宝宝 它要把养残制丝 残土丝把它包在里面 在残还没有变成飞蛾飞出来之前 它要把这个碱丢到热水里面 因为等那个残宝宝飞出来 这个碱就报废了 它的丝不能成条的 它就断掉了 所以每一个人都去养 使用这种丝织品的时候 你就会害这些残宝宝 它的生命早日什么 早日死掉 这是我们行大圣菩萨道 您不得不去讲究的地方 它是戒律 它是亲口的一条 所以五十者可以衣薄饮 可见那个环境多辛苦 如果家家户户安居立业 它就有闲暇在旁边养一些桑树 种桑树养蝉 那么它衣服的来源就没有问题了 衣服是什么 所谓的遮寒取暖的 现在我们还会考虑衣服吗 看过新闻没有 台湾现在创造出来的旧衣 已经没有人要回收了 就丢在外面 政府正在抓哪一个人丢的 几十公顿呢 八十吗 那要多少的衣服丢弃才有 为什么如此 因为现在衣服很便宜 所以大家就尽情的购买 替换率太高了 所以我们所谓的节衣就是物尽其用 这就是中庸里面讲的尽物之心 所以A装B装是最好的 穿破了再换新的 还可以互通有无 因为你突然变瘦了 那你胖的衣服可以给胖胖的穿啊 你突然变胖 你瘦瘦的可以给 给那个瘦瘦的穿啊 互通有无嘛 都穿人家的这个A装B装 有好处的 佛光普照啊 对不对 我穿那个五十岁的人 他修了五十年 前面五十年的佛光 竟被我收取过来 想一想都乐得很呢 所以鸡屯狗制之处 无时其时 你要能够在家里面 去养这些的小鸡小牛小猪啊 也要时间嘛 就表示不要对外常常发起战争 老百姓不要一直被国家给劳逸给充功了 还有闲行意志去补充自己家里的物资啊 他养屯跟制同样的 团是小猪制是大猪 你管他小猪大猪 小吃大吃 反正他长到后面就变成一只猪 就养这些家禽啊 家畜啊 有没有 三餐要给他吃啊 所以那七十岁的人可以吃肉了 你看那个生活战果 老百姓多可怜 吃肉都可以成为历史的名言 白亩之田物夺其始 位阶稍微高的人 他不动产多的人 比较豪门的人 然后你能够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去请到工人 宫田 漱口之家可以无记忆 这是从位阶上 从怎么样你要能够去让国家安定 那就是从一阶一阶上来 当每一个老百姓都家有余粮 偶尔一些天灾人祸 就不会让他流离失所了 就像我们嘛 遇到意外的灾难 那如果你还有一些 积蓄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仰仗社会的救济一样啊 所以仅详续之教 前面谈的是 民生的基础物质教育 这边谈到更高一层 够八道也要够无奏 你够无奏你就要了解 佛祖讲什么 你要精神境界能提升 必须知道 礼仪廉耻为何物也 这要推广详学校教育 这个谨就是智学的态度 你要严谨 我们教孩子你也要严谨 昨天看到一则新闻没有 六岁的小孩子 阿嬷躺在那边睡觉 沙发上睡觉 小孩子过去 嫌阿嬷站在沙发上 妨碍她的娱乐活动 大概要看电视做什么 她就拿枕头把阿嬷给压在那边 一个手压在枕头上面 一个手掐阿嬷的脖子 六岁 那怎么养成的各位前显 讲这个故事多给我两分钟 玩电动玩具 手机 所以她从手机里面那个模式出来了 暴力 暴力 里面的游戏有这样动作 所以好在她是手无伏击之力 她的动作出来的力道不够 所以阿嬷可以挣脱 那如果二十岁呢 阿嬷就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常常为了让孩子不要吵闹 给她手机 我遇到道卿有这种情况 我就警惕她 将来有一天 她变成一个手机狂 有病了 你修正不过来 送到医院去 医生说很难 这个要心理教育 但是要更正 能够连根进化 不太可能了 表示这个孩子 她已经变成社会的病态了 为什么污染太深了 谨详续之教 所以带孩子迁进佛堂 指挥你睡觉的时候 她拿被子给你盖 她不会拿枪都给你压 是不是 你还担心什么呢 学校的教育 生之意 孝涕之意 孝涕野者 其为人之本语 孝涕推广到外面 就是进军 进军爱国之道 是不是 所以斑白者 不负载于道路 斑白就是 那个年老的人 老无老人之老 老者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看到负载重物 我们有同理心 愿意把他去什么 分担一点呢 那这个所谓的 济若浮起的动作 不就自自然然 行住于外了吗 七十者一搏食肉 黎明不济不寒 七十岁了 年纪大了 他有吃的 有穿的 叫做饥寒 不到他生的时候 老百姓没有饥寒之苦 然而不忘者 为之由于 这个时候念忘 他不能够忘天下的 是不可能 因为你能这样做 老百姓就爱戴我们 老百姓爱戴我们 他就不会迁移这个国度 然后人同此风 大家弘扬上位者的德政 远方就来了 那你的国就自然强了 就跟周文王一样 这就是这一段经文 跟各位前贤所分享 剩下的我们在上一堂课 再来谈就好 不要占到各位前贤 用餐的时间 那就不忘到了 感谢天然士德 谢谢大家